73岁退伍老兵每月花8000元 驻养老院 却遭零零后护士打爆眼球 差点丧命 面对如此恶劣杀人行为 养老院却拒绝道歉 更是嚣张地表示 自己引入的是日本最先进的管理理念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视频中被打的是一位 已经73岁的退伍老兵 年轻的时候 扛枪上战场 也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 老爷子姓杜 我们就称呼为杜老爷子吧 杜老爷子姓杜 杜老爷子膝下只有一个儿子 由于杜老爷子的老伴走得早 所以杜老爷子一直都是由杜先生来照顾的 后来杜先生成家立业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杜老爷子因为年轻时当过兵 所以身子骨一直都非常的硬了 杜先生和妻子也能照顾得过来 就算杜老爷子年岁见大 生活上需要人照顾 杜先生和妻子也没有想过 要将老人送去养老院 因为一直听说有些养老院 存在虐待老人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 都是两人亲力亲为的照顾老人 但是就在去年 杜老爷子开始出现记忆力衰退的情况 确认是患上了阿尔斯海默症 杜先生和妻子只好轮流请假照顾老人 但是随着老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几乎已经到了需要24小时 都需要人在身边照顾的情况 这对于还需要上班来还房贷 车贷的夫妻俩来说 要其中任何一个人辞职在家 专心的照顾老人 都是很难实现的 况且还有孩子要上学 家里处处都是需要用钱的地方 两人也有点纠结 该怎么平衡这样的情况 但是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 那天杜先生正在上班 忙得焦头烂额 突然接到警察的电话 让他去警局接自己的父亲 原因是自己的父亲 趁他和妻子上班的时候 自己偷偷跑了出去 结果忘记了回家的路 被好心人遇到 送到了警察局 要不是老爷子还记得儿子的名字 可能警察还很难联系到杜先生 而杜老爷子在看到杜先生时 也认不出这是自己的儿子 杜先生想要接父亲回家 却被杜老爷子哭着闹着不肯走 甚至杜先生上前去拉父亲时 杜老爷子还吓得尿了裤子 好不容易才哄着杜老爷子 跟他回了家 可是这次事情 让杜先生意识到 自己的父亲需要有人贴身照顾 思来想去 他和妻子决定 为杜老爷子挑个好的养老院 两人因为知道一些养老院 存在虐待老人的事情 所以在选择养老院时 格外慎重 挑来挑去 两人挑中了路胜养老院 因为这所养老院的官方介绍 是专门针对痴呆老人的养老院 神称适用科学方法 为老人提供照顾 对病情还能有效控制 而且这还是个国际连锁的养老院 两人还专门去养老院 考察了一下院内环境 发现养老院是干净整洁 护工也细心周到 在这里的老人看起来 也是精神缓发 做好了一系列功课后 杜先生就决定将父亲送来这里 虽然每月要8000元 但是杜先生觉得 贵了服务应该会更好 所以咬咬牙还是交了8000元 将父亲送了进来 一开始他和妻子 还每天都会来养老院看望 生怕护工对父亲不好 但是每次来看 他都看护工 温生细语 很有耐心的在照顾父亲 他也渐渐地放下心来 专心地工作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他没有看到的地方 父亲竟然会被虐打到 差点丧命 视频中这名右眼高高肿起 满脸鲜血的老人 是一名退伍老兵 一辈子保家卫国 老了却被林民后护工虐待 将其眼球打爆 养老院甚至还嚣张地表示 这是采用日本的先进管理理念 杜先生由于工作和经济压力 不得不将父亲送进了养老院后 本来前一周看到养老院的细心 已经放心了 但是却在今年2月19日时 接到了养老院的电话 电话中 护工显得非常客气 有礼貌地表示 杜老爷子因为在换衣服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碰到了眼角 导致眼睛受伤了 眼角处有出血的情况 老人受伤了 所以特别告知一下杜先生 起初杜先生以为 就是个简陋的小科小碰 所以告知护工 自己会在下班后去看望父亲 希望护工能在这段时间 多照顾一下父亲 挂了电话 杜先生也没有将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但是没过多久 杜先生又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医生告诉杜先生 他的父亲现在躺在重症监护室 而且急需手术抢救 希望他尽快来医院一趟 杜先生愣住 还以为自己接到了诈骗电话 但是想到刚刚护工的话 一个非常可怕的念头闪过 他立刻打电话给妻子 然后两人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才发现 自己父亲病情究竟有多严重 整个头部都是肿的 右眼处最严重 眼角还在往外渗息 头上也缠满了纱布 这还是医生处理过伤口的样子 很难想象 父亲刚被送来时 是怎样的状态 而医生还告诉杜先生 杜先生的右眼球已经破裂 杜先生颤抖地问医生 这种程度可能是不小心碰伤的吗 医生告诉杜先生 这种情况 根本不可能是磕碰能够造成的 而是受到了非常强的 外力的击打才能形成 而且现在虽然眼球破裂的 出血止住了 但是右眼却已经完全失明了 杜先生很难接受 眼前的这个结果 而看了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 杜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护工所谓的换衣服 不小心碰到眼角 简直就是屁话 他当即就找到 照顾自己父亲的那名护工 护工支支屋的也说不出个什么 只说这就是自己 给杜先生换衣服给弄的 杜先生见他什么也不说 直接就找到了养老院的院长 要求院方给出合理的解释 结果院长却消长地表示 这都是杜老爷子自己的原因 是杜老爷子在换衣服的时候 不听话 还打了护工 所以护工为了制止杜老爷子捣乱 才不小心碰到了眼角 而且还说 自己这儿都是日本最先进的管理理念 老人不听话的时候 是需要制止的 而不是一直顺着他 听完院长的话 杜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表示 自己要看看当天的监控 但是医院一听杜先生的这个要求 直接拒绝了 说是会涉及到其他人的因子 拒绝给杜先生提供 于是杜先生果断选择了报警 来处理此事 73岁退伍老兵 花8000元住养老院 却惨遭零零后护工打爆眼球 结果院方不仅不道歉 还扬言 养老院采用的是 日本最先进的管理理念 结果监控下的画面 却让养老院的恶行 无处顿藏 杜先生在看到自己的父亲 被打成这样后 果断选择了报警处理 而院方听到了杜先生报警 态度这才软了下来 但是依旧不承认 自己方面有什么过错 警方也很快就赶到了养老院 并且调取了当天的监控视频 有警方在 养老院再不能推脱 只好调出了监控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 一开始是一名女护工 在帮父亲换衣服 但是父亲却不致很配合 一直在扭动身体 那名护工明显是不耐烦了 想要强行按住父亲换衣服 但是父亲力气比较大 于是女护工离开了房间一会儿 接着又回到房间 身后还跟着两个男护工 重新回到房间后 三个人就一起合力按住父亲 非常粗鲁地给父亲换衣服 父亲因为当过兵 所以面对这样强制性的动作 他本能地抬腿反抗 结果一脚踢到了其中 控制着他的男护工的身上 这名男护工被踢了一脚之后 直接就对着父亲的脑袋砸了一拳 父亲被打蒙了 而那名护工还不解气 又朝着父亲的脸上 连续打了好几拳才罢休 此时父亲已经满脸失险 之后 三人又合力将父亲绑在了轮椅上 开始了长达50分钟的折磨 眼看着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 几名护工才没有继续折磨父亲 然后才将父亲送到了院 面对监控里的铁证 院长再也不能以不小心碰伤来搪塞了 但是院方却依旧坚称自己没错 这就是和日本养老院学习的管理理念 并且拒绝和杜先生道歉 而警方已经将这次事件列为了刑事案件 不仅仅只是关停养老院这么简单了 现在养老院打人事件层出不穷 只希望有了媒体的曝光 这类情况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